大家好我是大崔 来带大家看一个110平米装修完的一个整体效果 我们一进门 右手边就是我们的一个鞋柜 做了一个感应灯 灯光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的漂亮 左手边是我们的儿童房 来大家看一看 儿童房的设计就采用的是一个榻榻米 这样的一个增加储物空间 并且这块增加了一个大大的书桌 学习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来往里走 我们整个的一个房间 是采用做的是中央空调的一个设计 客厅这块是中央空调做的一个边顶 背景墙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客厅来说 没有做跟我之前的视频是一样的 没有说做什么特殊的背景 只是买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电视 你看看这个效果是不是挺满意的 整体的客厅不大 但是我们的电视非常挺凸显的 所以说你不用做特别复杂的一个背景墙 地砖我们选择的是800x800的一个地砖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浅灰颜色 并且美缝采用的是跟瓷砖类似的一个颜色 这样从远看的话 整体的效果就是比较好 你不用特别关注 我要一个多大多大瓷砖 其实800次砖是性价比最高的 这边是做的一个开放式厨房 我给大家说一下原本的一个设计 原本的厨房只有这么大 就是到这块 这个区间是一个原来的卫生间 我们没有餐桌的位置 然后设计之后 把这道墙完全推倒 做成了一个大大的开放式厨房 一下我们的餐桌也有位置了 厨房也面积变大了 缺点就是我们舍弃了原本的一个卫生间 顶面做的是蜂窝大板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没用过这种蜂窝大板 可以看一下 蜂窝大板就是可以做这种桶灯的一个设计 包括边上的一个线性灯 这样做出的效果都是非常漂亮的 这块板子还有比这个板子更大的 还有很多这种更大的板子 看你的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大小 以及费用 来咱们看看卧室里面 卧室里面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中规中矩 比较普通一点 来往里走 往里走进来 我们的房间选用的是一个1米8的床 房间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衣柜与床之间 不能同时放床头柜 跟我们的梳妆柜了 那么我们选择的是用梳妆柜 来整体的来替代 这样不留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柜了 整体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整体的一个柜子 现在正处于正在放味的一个期间 咱们就是说刚安装没两天 来看看侧卧室 侧卧室跟这边的设计基本上是类似的 基本上是类似 来这边看 侧卧室同样的一个道理 这边就没有留梳妆台 做的是一个简单的书桌 没有做我们传统柜 做这样一个书桌 其实实用性会更强一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哪怕是玩玩手机 哪怕是写个作业 写个文案 这边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说小房间 不想做踏踏米的话 这种做法是相对来说比较实用的一种做法 好了 今天就带大家看这么多 这是一个110平米30的房子 全屋贴的是墙布 只有客厅做了吊顶 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怎么样 好了 我是阿崔 关注装修每个期间 下次见